贝克汉姆幸福的一家六口,成了全世界都羡慕的儿女双全。 因为女儿小七的到来,贝克汉姆与绯闻彻底绝缘,当起了全世界最宠爱闺女的女儿奴,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小七。 不只有爸爸贝克汉姆的宠爱,三个哥哥照样将小七捧在手心。 贝克汉姆的英姿萨爽,四个孩子当中,小七被公认最像爸爸贝克汉姆的那一位,小七作为唯一的小公主,也是最惊艳的那一位。 小七的乖巧懂事,多才多艺,一身是肉的婴儿肥,精致的五官下,贝克汉姆的基因太强大,胖都拦不住小七的美。 近日,维多利亚带助女儿小七和两个儿子一起现身机场,小七出镜的大长腿,还有一脸可爱的模样,生气的样子,胖胖的模样,都依然惊艳。 一个霸气的插腰,很显然,小七怒了,一旁的三哥哥鲁兹却是一脸无奈。 平日里最宠爱小七的哥哥,也在不知所措,一个遮脸的表情,表示惹不起啦,这次保驾护航的是贝嫂,要是贝克汉姆在场,指不定又是一阵心疼啦。 小七生气的样子,我见有脸,可蒙可蒙的,这个手插腰,霸气侧漏,尤为傲娇美,身为四个孩子的辣妈。 维多利亚依然保持住少女般的模特身材,V妈对孩子们的包容,对小七的一脸安抚,可见,贝嫂还是很棒的呢。 三哥哥鲁兹只能表示,惹不起啦,先别说老爸贝克汉姆,上面还有个V妈,外加两个哥哥呢。 再说,科鲁兹也是十分疼爱自己的妹妹小七,怎么会舍得惹她生气呢? 小七和V妈走在一起,这身材有了明显的对比,小七显然还略带一丝婴儿肥,不过,不管怎么胖嘟嘟的小七,都挡不住她的美啦。 女妈哄好了小七,母女二人的街拍秀,依然是霸气侧漏的美啦。 六岁半的小七,略带婴儿肥,胖都挡不住的美,太幸福的小七,一直这么快快乐乐成长,真好。